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就让我们的记者带着大家体验一下 骑车穿越年代领略客厅的陈设变化 感受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变化 在互动展区不妨先来玩一把喜闻乐见的爆款抓娃娃机 哎呀 简单模式也还是抓不到 没关系 走进下一个展区 坐上经典的26自行车 亲身体验踩着单车穿越时代 通过抠向技术 体验者的人像将合成进屏幕上的虚拟场景中 随着单车轮的飞速转动 场景中不断飞过了近年来许多重要的历史时刻 这条10秒的穿越时光小视频录制完毕后 将自动上传并生成二维码 扫一下就可以及时分享到社交平台 而在另一头 三个家具客厅的陈设也充满了浓浓的年代感 看看画面上这些家具电器 它们当中肯定有很多曾经出现在你家的客厅呢 体验者可以走入这三个客厅 分别感受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和现代不同的家居生活 这第一间屋子呢 是典型的八十年代的中国家庭 我们看到有缝纫机 带中的收音机 唐词杯 还有一台小电视 在八十年代的标准看来呢 这个家庭已经属于富足了 到了九十年代 电视变大了 桌子椅子升级成了小沙发小茶几 更重要的是家里已经出现了电脑 中国人的家庭逐渐进入了互联网的时代 时光穿越到了2018年的今天 人工智能已经进入了千家万户 人们坐在沙发上用语音指令 就可以完成对生活家具的操控 改革开放四十年 中国人的家居生活正在巨变 今年呢 也是博鳌亚洲论坛的第十七年 同时也是海南建省 办经济特区三十周年 作为农业大省和旅游大省 现在的海南正在把两者相结合 打造全域旅游加乡村振兴的新样板 琼海的龙寿阳农业园区 就是这样的新样板 在这个距离博鳌15公里的农业园区 这个兰花场馆刚刚建成了20多天 据了解这里的兰花的花期 能够达到三个月 比正常情况下多出了40多天 这主要取决于场馆里配备的 这样的设备 它能够实时监测馆内的温度 湿度 并能够根据植物的最佳生长条件 进行自动调节 来自台湾的陈清玉 是这套设备的研发负责人 他介绍说 自动化设备还能够和屋顶的薄膜相结合 自动调节光照条件 是场馆内的小气候 在温度 湿度 光照上 完全满足兰花的生长环境 它都能够开到最后一朵花 连最小的花苞它都能够开 很多的兰花馆它们展期 都只有7到10天 希望我们的展期可以三个月 五个月甚至一年 目前我们大概有25个 25家的技术和生产和销售 一体的这样的一个团队在合作 像这种花卉 目前我们可以达到很欧洲 日本 东南亚 俄罗斯市场 都有我们的销售网点 除了兰花 龙兽阳农业园区 也在百香果 优质凤梨 小苦瓜 圣女果 番石榴等多个品种上 也都在增加技术投入 提升产品附加值 园区也由传统农田 自然村庄 升级转型为即创意农业 循环农业 农事体验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 依托于此 原来靠单一务农 或者外出打工的当地农民 也开始通过收土地入股 园区打工的方式增加收入 既是农民 又是股东 又是员工 同时在节假日的时候 你可以再根据自己的手艺来 去做点小点吃 卖点椰子 每天都是有几百块钱收入的 一个月的话 现在我们差不多都可以存到 四千多块钱 五千块钱一个月 原来差不多就是 每个月花掉所有的消费之外 只剩下差不多只有一千块钱左右 目前 园区已解决当地 五十七户贫困户的收益问题 吸收近三十户村民就业 未来 园区打造完成后 将吸收不少于 一千七百户当地农民就地工作 并解决养老 医疗等保险保障 主要是坚持这种 以政府为主导 然后以企业为带动农民合作参与 这样一种模式 来对这个公园进行一个改造提升 从而就是带动周边这些美丽乡村的发展 然后促进我们的这个农民增收 农业增效 还有农村增美 继美国宣布拟对从中国进口的价值 约五百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之后 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表声明称 考虑对中国价值一千亿美元的出口商品 征收额外的关税 中美贸易摩擦升级 引发全球的关注 外媒援引专家的观点称 贸易逆差无伤大雅 但是美国征收关税 则是损人不利己 可能得不偿失 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 援引经济学家观点指出 贸易是互惠互利的 贸易逆差无伤大雅 而美国征收关税损人不利己 如果招致报复 就更加得不偿失 路透社则就中美贸易摩擦 连发多篇报道和分析文章 称美国总统特朗普 威胁对更多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重燃了对全球两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摩擦 可能伤及全球经济增长的担忧 路透社还发表题为 美股大涨变大跌 特朗普一路功不可没的分析文章 美国芝加哥论坛报撰文称 特朗普认为 他可以通过欺凌来解决问题 他希望通过任何手段 来扭转对华贸易逆差 然而这场斗争 可能会对美国企业 农民和消费者 造成非常昂贵的损失 或者股市可能会陷入长期低迷 或者经济可能遭受足够的损害 从而导致经济衰退 英国《卫报》也指出 贸易壁垒不仅会损害两国 还会扰乱全球供应链 提高全球消费价格 哈佛大学美国政治研究中心 与哈里斯民意调查机构 三月底联合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 多数美国民众担心贸易摩擦加剧 将对美国经济造成不利影响 因此不赞成对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 来自美国多地的农民 在接受美国政治新闻网采访时也指出 他们不希望贸易摩擦升级 他们希望避免将自己的收入 与美国政府的支持捆绑在一起 美国调起中美贸易摩擦 给全球经济带来不确定性 而在美国的国内 一些产业代表也已经开始怨声载道 相关的观察 我们来看央视记者王冠 从美国发会的报道 我们可以看一下 罗斯美国的商务部部长 在过去的一个星期之内 他还有莱特希泽 美国的贸易代表 以及特朗普的经济顾问和贸易顾问 分别是纳瓦罗和库德勒 都来到了美国的主流电视台 通过大众传媒来向 试图来安抚美国焦虑的投资者 罗斯在CNBC接受了一个 长达19分钟的一个 做了一个19分钟的电视连线 这对商务部长来说 也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一个举动 在连线当中他就表示 他说华尔街不应该有这样的反应 这不是一场贸易战 而库德勒也说 这不是一场贸易战 在未来几个月之内 这只是一个建议 还在公示期不会发生什么事情 有一些大多数的农场主 也发表了声明 我们汇总了一下 看这一长串的名单 有埃奥瓦大豆协会表示反对 有密苏里大豆协会 向白宫请愿 还有南达哥他 伊利诺伊 以及埃奥瓦刚才也说过了 这些州 还有美国全国的大豆协会 都向白宫请愿 呼吁特朗普政府 不要对中国进行更多的贸易行为 因为他们担心的是中国的反措施 其实我们不要忘记 《孙子兵法》里面说 知己知彼 百战不戴 或许我们可以穿上特朗普的鞋子 透过他的视角 来看一看为什么 他要接二连三的对华 这次征收关税 首先我们看支持他的州 其实不要忽略 在美国的局部 也就是在西北部的铁锈地带 特朗普的支持率 已经创下了让任以来的性高 51% 这超过了同一时期的奥巴马的48% 支持他的是哪些人呢 是俄亥俄州 密歇根州 威斯康星州和宾夕法尼亚州 我们看到这些州 对他支持的这些州呢 选举人票加起来 一共有64票 而刚才说过的那些 反对他那些大豆农场主 所在的爱奥瓦州 南达克他州 选举人票只有分别有 三票和六票 而其他那些加州的参议员 所在的加州 还有一些伊利诺伊州 这是传统的民主党的蓝州 对两年之后 他的连任选举 几乎不会产生任何影响 所以很多分析认为 商人出身的 现在是政客的特朗普 也是算了一笔账 他的背后 也是有很精明的 这样一个选举政治的考量 64票 是要64票 还是要9票 毕竟他只需要27票 270票 能够获得两年之后的总统连任 中国是美国猪肉的第三大出口市场 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摩擦之后 美国的猪肉市场 受到严重的影响 近日央视记者走访了 美国猪肉主产区 伊利诺伊州的一家农场 农场主告诉我们的记者 他们全家都在为未来的日子而担心 4月初 正是农场肉猪出栏 购入子猪饲养的时候 可是沃里克卖掉200头猪以后 就迟迟没有再养子猪 诺大的猪场里 只有八头猪跑来跑去 他说由于中美贸易摩擦的爆发 他对是否继续养猪十分纠结 因为他担心半年后 新一批肉猪出栏时 还能否卖出合适的价钱 近年来每年出栏的约400头肉猪能给沃里克的农场带来近4万美元的收入 他担心一旦失去中国市场 猪肉价格会下跌 导致收入锐减 日子会变得艰难 沃里克说 美国挑起的此轮中美贸易摩擦 正在深深伤害他们这些依赖出口市场才能生存的人 据统计2017年有超过四分之一的美国猪肉用于出口 总价值达65亿美元 其中超过10亿美元的猪肉进入中国市场 近期在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猪肉价格持续下跌 农场主史蒂夫告诉我说 在伊利诺伊州像他家这样的养猪的农场还有2000多家 这些农场主都跟史蒂夫一样有着同样的担忧 他们希望中美两国能够尽快通过谈判解决贸易摩擦 不让他们的未来的生活受到影响 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正在让整个亚洲都倍感紧张 英国《经济学员》杂志最近警告说 如果美国持续加码 中美两国的贸易摩擦继续升级的话 亚洲的很多经济体都将蒙受严重的损失 《经济学员》杂志指出 在过去数十年间的全球化进程中 亚洲以中国为核心 整合了全球大约80%的制造业供应链 韩国的半导体 新加坡的电子元器件 马来西亚的矿产和泰国的橡胶等 中间产品和原材料源源不断地出口到中国 再由中国加工程最终产品出口到欧美 仅就中国对美国一地的出口贸易来说 就为这些国家带来了可观的间接收益 约占到他们国内生产总值的1%到2% 如果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量减少 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率都将随之下滑 韩国作为中国的禁令 对这种影响的感受尤为明显 去年韩国对中国的出口额为1421亿美元 其中中间产品的占比高达78.9% 终端消费品的比例并不高 韩国现代经济研究院的数据显示 如果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减少10% 那么韩国对中国的出口额将减少大约20% 韩国社会担心从电器 信息通信等尖端产业 到石油 化工等传统产业 都将因中美贸易摩擦受到连带冲击 近来由于美国挑起贸易摩擦 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动荡 日元作为避险货币持续走强 对日本的出口企业也造成了压力 另外美国将在本月中旬发布汇率政策报告 亚洲多国因为满足贸易顺差较大等条件 都可能登上美国的黑名单 这使得韩元 泰铢等亚洲货币 面临着被迫升值的风险 有分析指出 尽管这次贸易摩擦看起来像是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博弈 但是亚洲作为全球生产体系中 向美国输出商品的制造基地 恐怕其中任何一个经济体都难以独善起身 美国当地时间7号的下午位于纽约的特朗普大厦发生了火灾 根据纽约消防部门的介绍 火灾导致一人死亡 另外有四名消防员受伤 火灾发生在大厦的第50层 火灾发生之后 大楼内人员纷纷撤出 目前这场火灾的原因尚未查明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稍晚些时候 在社交媒体上声 特朗普大厦的火灾已经扑灭 火势非常有限 消防人员干得不错 并表达了感谢 特朗普大厦位于纽约曼哈顿中城的第五大道 在迁入白宫之前 特朗普大厦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家人 在纽约的主要住处 今年1月8号 特朗普大厦的屋顶曾经发生火灾 导致两人受伤 当地时间7号的下午 在德国西部北莱因威斯特法伦州的明斯特尔市 一辆小型货车突然冲向路边的人群 造成3人死亡 20人受伤 其中6人伤势严重 目前事件的动机仍然不清楚 但是已经排除嫌疑人 有恐怖主义背景的可能性 据德国媒体报道 事发地点位于明斯特尔古城区的繁华地段 当天天气晴好 许多市民和游客在户外休闲 下午5点左右 一辆行驶中的小型货车 突然冲向路边这家咖啡馆外 坐着休息的人群 造成多人死亡和受伤 货车司机随后在车内开枪自杀 事件发生后 警方迅速出动大批警力 封锁了附近社区 并通过社交媒体向市民发出警告 避免前往事发地点 警方表示 已经展开现场调查工作 据当地媒体报道 这辆货车的司机为一名德国男子 几年前曾出现精神问题 警方在货车内还找到了一次爆炸性物品 目前已经派人前往肇事者家中进行搜查 德国安全部门官员当天表示 目前没有迹象表明 这一事件与极端主义有关 相关部门正在调查各种可能性 此外还有报道指出 事发后有两人从货车内逃离 警方正在对他们进行追捕 但是这一消息尚未得到警方证实 今年二月以来 法国航空公司的员工 已经多次采取罢工行动要求加薪 本月七号 法航员工再次因为薪酬的问题进行罢工 导致不少航班被取消 许多往返于巴黎的旅客 不得不取消或改变行程 在公会宣布将再次罢工后 法航曾发表声明 将保证七号当天 百分之七十的航班正常起落 即便如此 还是有不少旅客的出行 受到了影响 一些旅客表示 并未提前收到相关信息 最后只能改签或者重新购买机票 然而法航却并未同意 补偿他们的损失 这是法航员工自今年二月以来的第五次罢工行动 而他们提高薪酬的要求一直没有被公司接手 按照计划 接下来法航员工在本月还要举行六次罢工 法航核航首席执行官亚纳亚克表示 罢工行动已给公司造成每天近2500万欧元 约合1.9亿元人民币的损失 而这些费用本应被用于购买飞机和创造就业 亚纳亚克称 公司去年盈利6亿欧元 利润率为4% 是所有欧洲航空公司中最低的 投资消费互为机会 来看看今天有什么财富新角度 美国纽约梅西百货举办2018花卉展 微型花园课程受热捧 英国伦敦废弃隧道重获新生 地下空间变身热门景点 虽然说现在全球城市化的步伐在不断的加快 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向往着自然和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最近在美国纽约梅西百货举行的花卉展上 一种新颖的园艺课程受到了年轻人的追捧 我们来跟随路透车记者陈一佳到现场去看一看 现在我是在纽约梅西百货2018花卉展的现场 今年花卉展的主题是很久以前的春天 在这里你能够看到来自于世界各地的花卉和植物 设计师从经典童话当中获得灵感 把这里装扮得像一个梦幻的花园 配合花卉展还有很多的现场活动和园艺课 其中非常受欢迎的就是微型花园的课程 1842年英国植物学家纳萨尼尔沃德 发明了第一个微型花园 相对于一般的园艺植物 微型花园更容易照顾 不需要任何园艺知识就可以上手 一度在上个世纪70年代火爆一时 成为当时美国流行文化的元素之一 最近几年微型花园再次蜂蜜起来 在梅西花卉展上教授微型花园课程的Rachel告诉我 她的手工礼品店RecruiteU也是这两年 跟随潮流才开始推出相关服务 而且越来越受欢迎 I think the trend started maybe a year or two ago because the apartment being so small in the city a lot of people live in a small apartment there's no outdoor areas so for terrarium it's easy to take care of and they're small we call them mini gardens it needs a very minimum watering system so instead of every day you're looking at every two three weeks I know I see some people a lot of my co-workers have them on their desks it's always nice to look up and see a little green I mean especially living in New York City how often do we see like plants and nature 除了纽约的年轻人们为微型花园之狂 在纽约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微型花园课之外 旧金山伦敦等欧美大城市 也都刮起了微型花园封 成为年轻人休闲聚会的新人们 也为他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绿色 路透社陈一佳 纽约报道 最近英国伦敦一座废弃的地下隧道 被重新开发利用起来 所以打算去伦敦旅游的朋友 现在又多了一个选择 我们来一起感受一下这里的历史厚重感 这条拥有百年历史的邮政铁路 曾用来运送国家的邮件 每天在交通繁忙的地底运行22小时 将信件和包裹运送到城市各地 还用于掩藏珍贵的艺术品 也曾做过好莱坞电影片场 但在2003年这条铁路就停止了使用 如今这条铁路隧道重新被利用起来 成为邮政博物馆的地下展区 穿行于这些布满中乳石的蜿蜒隧道 游客们被带回到了过去 我觉得这是一个地球的地球 一个选择的地球 这些选择的地球 这些选择的地球 让人们有机会去探索的地球 很有趣的看到 这些东西的东西 如果你对邮政的历史不太感兴趣 沿着这条隧道继续走下去 还可以获得不同寻常的体验 这些地球的地球 属于是属于London's Necropolis Line 一个训练转的地球 直到英国的地球 现在它们被变成兰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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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兵 所以你通过这些地球 你觉得我应该在这里 然后你找到这些藏门 然后你进入一个空间 所以即使你的节奏或节奏开始 你会有一个感兴趣的发生 你感觉你在一种新的空间 在每一段时间 我们可以有6、7、8节节奏 我们最近有我们的节奏 科技改变世界 今天的环球科技 您将会看到日本举办人工智能展 为各行业的用功荒提供解决方案 韩国计划研发人工智能武器 多国专家联名抵制 先来关注日本 日本人工智能领域规模最大的专业展会 4号到6号在东京举行了 本次展会可以说集合了300多家企业的 最新的人工智能的技术 部分产品现在已经在建筑农业等领域 进入到实用阶段了 也为日本劳动密集型行业 面临的人手不足的问题 提供了解决方案 这款带有摄像头功能的智能眼镜 可以将实时看到的画面 同步传送到远程的电脑里 今天展会现场 有一台建筑楼层里通常使用的电表 现在我按下眼镜架上的操作按钮 就可以将这张电表拍成一个图片 此时这张照片也同步上传到了 我旁边的这台电脑里 人工智能通过识别画面里电表的数据 并将操作建议生成文字数据 再反馈到智能眼镜右下方的屏幕里 以此来协助工作人员在现场检修设备 农业方面 无人机搭载人工智能技术后 可以对大棚内每一个西红柿草莓的成熟度 进行识别 计算出可供收获的数量 及最佳收获期 还能全程记录并预测采摘速度 便于农场管理及制定生产计划 到2025年 日本劳动力缺口将达到583万人 相当于整体所需劳动人口的23% 主要集中在农业建筑等劳动密集型产业 使用融合人工智能的声音识别 语言处理 机器人及大数据等技术 预计有望填补进半数的缺口 在缓解人手不足的同时 助推产业升级 随着语音识别技术的大幅的提升 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 也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 本周日 日本两大电视台在同一天 相继推出了两位人工智能女主播 吸引了不少眼球 那么人工智能与电视媒体的融合 前景又怎样呢 本周NHK电视台在晚间的一档新闻栏目中 推出了一位名为Yomiko的人工智能新闻主播 技术人员事先把NHK主播阅读的 大量新闻稿件录音整理后 将数据分解为约10万个因素 让这位新人主播逐一模仿掌握 同一天 另一位名为Elica的美女机器人主播 也登场亮相日本NNN电视台 Elica除了熟练掌握播报业务外 还能利用多个红外传感器监测现场环境 追踪周边所有人的反应 正确识别人类感情 自主变化表情 记者走访了美女主播机器人Elica的开发者 被誉为日本机器人研发领域第一人的石黑号教授 她表示未来智能对话等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前景 将大为拓展 其中就包括与传统电视媒体的融合 目前美国开发团队研发的一款应用软件 已经可以整理文字稿件摘要 并自动转为语音 同时搜索匹配的视频素材进行剪辑 完成电视媒体制作的全套流程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 每个观众打开电视 都能拥有自己专属的个性化定制新闻 进而带动新一代智能电视等终端产品的技术升级 成为传统电视媒体内容产业创新发展的引爆点 而事实上 人工智能技术现在正在不断地渗透到越来越多的领域 关于人工智能将会取代 人类大量工作的担忧的声音也在不断地出现 目前不少日本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门已经出现了 由人工智能技术担任的职位 这部分企业主要集中在IT金融等行业 人工智能系统通过搜集 例如员工的动作表情 健康状态等数据 进行综合考评 此外 系统甚至还可以完成 从筛选简历 面试到分配部门 再到考核晋升 裁员等一系列人事管理的工作 但这位负责人也表示 现阶段 人工智能无法直接为每个员工 定制职业规划和专业路线 这些工作依然需要人与人面对面 充分交流后 才能做出最终准确的判断 日本以村综合研究所此前发布的研究成果称 在今后的10至20年内 日本国内49%的工作岗位 可能被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所取代 其中 建筑施工 收银员 保安和司机等职业 被取代的风险系数最大 但涉及创造 抽象概念 以及与他人交流交涉的职业 难以被轻易替代 人工智能究竟会成为人类的朋友 还是敌人 一直以来 这也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了 前不久 韩国科学技术院与韩国顶尖财团宣布 合作开设人工智能武器试验室 消息一出 立刻遭到了很多专家的联名抵制 4号 由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人工智能教授发起 美国和日本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研究人员 签署了一封公开信 敦促韩国科学技术院停止人工智能武器的研发 信中写道 自动武器一旦成熟 战争发展速度和规模将前所未有 它们有可能会被恐怖分子利用 早些时候 韩国科学技术院和韩国十大财团之一的 韩华集团旗下韩华系统公司合作 在今年2月开设了人工智能研发中心 目的是研发适用于作战指挥 目标追踪 和无人水下交通等领域的人工智能技术 这两家合作机构的实力不容小觑 韩国科学技术院是韩国一所顶尖的研究性大学 而在韩华系统公司的主页上 公司的自我介绍是 引领韩国先进化国防的军工电子企业 对于联名抵制 韩国科学技术院表示 学校已经意识到相关人员的担忧 但学校不会开展任何有为人类尊严的研究活动 不会研发缺少人工控制的自动武器 波澳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今天在海南拉开的帷幕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海南动人的风光 关注国际财经报道 请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